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所有的经典 最圆满的都是写成中文的经典 三藏十二部 所以我希望各位 无论如何告诉你的儿女 把中文学好 好不好啊 不然他成为再有钱的人 却不懂佛法 那生命就浪费了 白生白死 再高了成就像贾博斯 创造iPhone的 他也没办法活 因为都要面对死亡 世间的成就带不走了 世间的皇帝地位带不走了 唯有智慧可以让你解脱生死 所以各位一定要懂中文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要想尽办法 当然你又懂中文又懂英文 麻烦你把它翻成英文 那是功德无量 因为我认为西方人如果愿意修行 一定比我们东方人认真 因为东方人就是混一混就是OK 反正有福报 西方人他认真 他做事情禅修认真 但是西方人唯一的缺点 他不能跟东方人一样 东方人还有点爱管闲事 他会去帮助别人 他会比较主动 不会这么个人主义吧 但是西方人是把佛法拿来消遣 meditation 我打坐心情不好 坐一坐这样就好了 但是我们大秤的禅定 是为了念一下 思维如何帮助别人 大秤的禅定 他是为了想如何利益众生 所以他因而禅定 那个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自我 为了自我的进化 那个叫我们叫小秤 叫解脱道 那不是大秤佛教 大秤佛教的定在哪里 来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 永远不离开苦难的众生的定 的禅定 不舍弃众生苦的定 这才是我们要修的禅定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念佛诵经来做心理按摩 我发觉很多人在追求成就感 我要修几遍 我要修到什么层次 我要修 阿代表空性的意思 那你听不懂 你们没有我幽默 好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定 那就是变成一种 我要永远不退转的去守护众神 叫定 大秤的禅定 所以我想 但是西方人可能这方面没有我们强 他们可以为了一只鸭子赶快救他 把他救好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去打猎 在某方面 所以我们叫边地 像澳洲是个边地 虽然有世间的福报 但是是佛法的边地 就是说佛法就比较不流行 不流行 所以那如果没有佛法 就没有就近解脱的一天 但是所以当然像我们华人很有福报 华人认为拜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的儿女开始信其他宗教 爸爸妈妈请你检讨一下 你没有把佛法表现得很好 我妈好啰嗦 我才不信她的教 那这一点就是说 你没有把佛法应用在人际关系 家庭和谐 所以他就觉得你 他不信仰你的东西 所以佛教没有高没有低 佛教是一种什么 那叫人格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展到圆满 这个叫佛教 佛是人去圆满的 人成即佛成 因为人有三种特性 这是最宝贵 天神都没有办法有人的这个特性 有哪三种呢 第一个来 人有意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也就是说 人有知识的能力 感情的能力 跟意志的能力 天神没有 天神说 他福报想玩了好久 天神不可能说 那我去脱胎做人做普渣 他说不敢 但是人可以把知识变成智慧 所以读博士那是知识 什么叫智慧 当你的前辈偷了 你还在讲 谁人吧 那叫智慧 就是智慧可以断烦恼 没有忧力 没有烦恼 智慧可以解脱生死 所以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这是人透过知识转成智慧 所以各位要读书 而变成读经典 人有感情 可以把感情升华为 念一下 大慈大悲 太容易了 因为你把你爱 独生子的爱 去爱所有的人 去爱所有的动物 那就是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 女孩子最容易慈悲 女孩子最苦 所以拜佛的女人最多 因为很苦 爱得很苦 她就会找个依靠 找个信仰 她想要离开痛苦 所以如果你没有痛苦 你就不会想要去信仰 什么神 什么宗教 但是感情就是痛苦 自私的感情 所以那你去学佛了 想到观音菩萨 地上王菩萨 大慈大悲 那你就升华了 所以各位 把你爱你儿子 爱你父母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那就是慈悲了 很简单 我就是如此 所以因为我很爱我的父母 我也关心我的家里小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很苦 我变成很脆弱 我很脆弱 我任何时间就很怕 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来 他打电话来 绝对不是什么 他发财了 不是 又是他生病 我在国外以前做生意 跑来跑去 我也怕我太太打电话来 你儿子又感冒了 那我心情又不好了 因为我担心他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爱情让我这么痛苦 为什么亲情让我这么痛苦 因为我觉得我很脆弱 脆弱到不堪一击 所以后来我因为学佛了 我读了地上经 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因为我自私的感情 我没有去爱所有的小孩子 我没有去爱所有的老人 所以我会这么痛苦 所以我就开始练习 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平静了 所以我想各位很简单 当你心情不好 为了感情的问题 你去老人院 孤儿院走一走 你去关心他们 乃至你撒一把米给那些鸟吃 当你看到鸟来吃你的食物的时候 快不快乐 老实说我每次住到哪里都会放 然后鸟不来 我就觉得有一点寂寞 为什么它不来呢 难道我的不好吃吗 然后它就开开开 我就好高兴 原来这个鸟在吃那个食物 我就可以不睡觉 开始研究它在吃什么 我就是尽量要给它吃 所以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根器的人 所以我不适合结婚 并不是我在家里不快乐 而是自私的感情 让我觉得束缚住了 我应该去爱更多的人 去爱更多的众生 去接触他们 所以因为出家 我才有机会认识大家 所以各位 请问要不要出家 当然你说不要 因为你还不了解 你了解你会哭得跪着说 我要出家 跟我一样 像我这个头是自己理的 我师父都不帮我理 因为我太太太有钱了 谁要跟我接触 我太太就几百万 给你 然后那个师父手就软了 心也软了 因为他就不好意思跟我剃头了 后来我就自己拿 自己理就要拿 人家佛头也自己理我 我干嘛这样子 要求人家理我的头 然后我太太就宣布 那个没用 没用 跟你没关系 那我有用就好了 讲这句话很狠的 我从今天开始跟你没关系 狠哦 你讲得出口嘛 但是我不得不这样说 事实上我心里是爱他的 只是我希望他解脱生死 不能你爱我 我爱你最后还不是一起死 还不能一起死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爱不完 所以我必须放下 爱儿子爱父母爱太太爱先生 就要让他念一下解脱生死 这才叫真爱 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你爱你儿子爱你先生太太 是真爱还假爱 你回去跟他说 你要说 不是不爱是搞不清楚的爱 什么假爱 假的是我讲的 我的名词 什么都假的 记得那故事吗 回去看到老公跟别人睡觉 门关起来 假的 你要当真的你会气死 那是假的 请问这个世界上 你看到的是真的还假的 你说的 记住吧 很多人就认为真的 我爱他 我要得到他外表地位 爱情 身份房子 那是真的 我要抓住他 你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金刚经说的 来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释观 这就是佛教最高的智慧 一切有为法 你要套入括号 一切爱情 家庭 男生 女生 子女 事业 这叫 都如梦幻泡影 要这样想 但是你想不通 为什么如梦幻泡影 爱情不是很浪漫吗 很甜吗 你再给它想下去 因为你想的不够深 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时 为什么佛陀要视线禅定 所以说想到底 想到底就什么都没有了 麦克风是由 种种的元素组成的 根本没有一个物质 叫麦克风 它只是合起来 一个名字叫麦克风 这个人 这个我是什么组成的 肉体 我们叫地水火风 跟意识 乃至受受想行事 我这个水 就是河里面的水 我的温度就是太阳 这个我是由 非我的元素所组成的 爸爸妈妈 吃饭 晒太阳 种种因缘 而有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它的存在 离开空气 离开水 马上我们都会死的 我们的细胞也不断地在变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 把知识变成智慧 好好去想 所以想来想去 那到底哪一个是我 头是我 脚是我 没有一样是我 但是我们有一个笼统的观念 我我我我 造成了这个迷惘 这个妄想执着 认为有一个我 所以禅所讲的禅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 列一下超越自我 征服自我 你把自己分解开了 就没有我了 花不是花 名为花 有没有读过金刚经 你看花是花 因为花是碳水化和物 它是无常的 暂时的 它只是假名为花 所以花不名为花 名为花 这什么意思是说 你了解花的本体是变化无常 你再来使用花 你就不会痛苦 你了解感情是虚幻的苦的无常的 你在使用感情 感情就不让你痛苦 不是叫各位不要谈恋爱 没结婚了 赶快去嫁他 让他出家 去度他的意思 你生儿子干嘛 让他做和尚 让他做菩萨 因为生变成一种快乐了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 智慧的道理 你生一个 这下可惨了 欠他再可欠多了 放不下他 担心他 执着他 母亲一百岁 长忧八十和 还在烦恼他 死了还跟着他 然后又做他女儿 又来投胎了 这个叫轮回 事实上你的大儿子 就是过去你的爸爸 或是你的老公 然后你就一直轮回 然后现在你儿子呢 娶了太太生了一个小baby 爸爸妈妈抢啊 不给儿子啊 因为那个儿子 就是你过去的最爱的 只是你爱他 所以他又投胎到你家来 甚至有一位 我在澳门嘛 有一位年轻的小姐 每天抱着那只狗 然后叫我跟狗归一 他跟我说 师父我只爱这只狗 其他我都不爱 原来他堕胎的小孩 他亏欠他 他亏欠他 这个他还是要让你带 但是你以前 如果做你小孩 你不会爱得这么苦 因为你把他堕胎了 伤害他 现在他要来讨你这个债 所以你会爱他爱得像命一样 而且我跟他讲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只狗会比你早死 他说就是想到这个 他天天哭 这样 他更疼他 他宁可不结婚 他也要把这个狗照顾完 所以各位 可不可怕 所以你也讲 来 法会功德 超度个人身上 妈妈身上 所有流产胎儿 所有流产胎儿 王阿弘 要经常超度 好不好 你不超度 他就又来投胎 你会欠他一万倍 了解吗 你过去最 你现在最爱 都是你过去最恨的 会变成这样 因为他会来报 叫冤亲在主 你最恨的 事实上是应该你最爱的 只是你不知道 换个角色而已 那这个叫轮回 所以听起来很恐怖 因为我看太多了 我在这方面 这个小孩子妈妈爱他爱得要死 然后天天生病 然后精神病 然后还会打妈妈 哇 堕胎的大儿子 这样 然后小孩子又来投胎的时候 变成另外一种人 甚至那个投胎 堕胎的胎儿 附在他儿子女儿身上 附在他身上 变成另外一种人 双重人格 然后就弄着母子关系 父子关系 非常的恶劣 所以我们懂佛法很重要 你懂佛法 你了解这个道理 可不可以改变 星云大师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一切都可以改变了 你只要心改变 这样了 那我对不起他 他就OK了 他就超度了 你今天欠我一百万 你都不认账 我就一直找你麻烦 然后你终于知道 是你欠我一百万 你很诚心 要慢慢还给我 我就会对你很好 就这样 人际关系就改变了 夫妻关系 子女关系 就是因为你改变了 所以我们学佛最主要 一定要记住了 来 升起惭愧心 就是说 碰到别人找你麻烦 这些逆境 你首先 就是 一定是我欠他的 好不好 一定我过去对不起他 所以不要怪对方 反而对方找你麻烦的时候 那他呢 是我过去对不起他 讲我自己就好了 我在两年前 几乎 连续三年 被一个人欺负 欺负得很惨 他是个流氓 黑白两道 都很熟 我去讲课 他可以告诉政府 把法会取消 如果我在讲课呢 他可以带那些黑道 那些来闹 我在上面讲 还在下面 海涛下来 不要讲了 然后给我发黑传单 那些都是坏的 然后我不知道 因为旁边有警察 又有黑道 我们也不能骂他 我是不会的 我怕信徒 你不要骂他 骂他他用摄影机拍你 你看 出家人欺负人 你实在没办法 然后我有一次真的要办 他就弄了一桶大便 跑到我们的中心 把他破下去 里面的人都吓坏了 你看 哇 欺负人 欺负到那个样子 而且他又理个大光头 高高大大的 就像流氓 又像修行人 没有理个光头 很凶啊 所以 后来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也去查出来 所以我 我碰到这个事情 我都忍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要这样 我尽量退 尽量退 但是冤有头 债有主 信徒送一块土地 刚好就在他家隔壁 他做什么他都不高兴 有水也不高兴 有蚊子也不高兴 这样 这个叫 因缘会语 我跟他的债 什么债呢 我讲给你听 过去世 我也是一个寺庙的住持 然后呢 他是一个和尚 一个小法师 那信徒供养我 没办法到山上来 就交给他 然后他把这个钱 就吞在他口袋里面 没跟我说 后来那位有钱的信徒 跑到山上 哇 我三个月前 交给你徒弟某某 交了一些钱给你 法师你有没有拿到 没有耶 我一查 原来他吞了 这个当然是坏事 我就把他抓来骂 骂一骂以后给他开除 事实上虽然他错 但是我不能骂他 用骂的方法不对 我只能说 我同情你 你因为贪心造了这个恶业 你赶快忏悔 要这样处理 那是因为脾气一来就骂 结果他就被赶走了 然后他就是那一位出家人 所以他现在看到我就要骂 因为我骂他 那后来事情怎么解决呢 后来因为我在屏东办法会 有一个大功德主 他是专门杀猪的 他也比他还黑道 他请我去帮他超度那些猪 那我就答应了 那别人就 师父你不要去 他都在杀猪 我们在忙你干嘛去 我认为说 他杀猪更可怜 好在我是一念悲心 我去了 虽然很麻烦 我去了 然后刚好那一位杀猪勒 他那一天找了黑道来 他比他还大条 你不知道我杀猪理性会会长吗 然后他也找了什么 市议员 那个人就乖乖了 然后他还亲自跑到他家 你找我师父什么事 没事 没事 他把他压下来 就没事了 他还来跟我抱歉 因为怕丢罪他 那你知道这个杀猪勒是谁 就是那个拿钱的师祖给他的那个人 只有他可以对峙他 谁也没办法 他欠他债 那我欠他债 那是因为我一念悲心 愿意答应他去办这一场 因为我们那几天都在忙 没办法办 但是我说难得机会 人家杀猪人愿意办 我们就应该去 希望这些猪虽然不得不被杀 他越做越大 但是我们给他寄个功德 因为这样就解决了我的事情 这样了解吗 所以那一位现在 看到我就赶快跑 从此以后没事了 但是我还是跟他忏悔 我就透过那杀猪说 我把这一段故事告诉他 他说我不怪你 这是因为我不希望他有罪恶感 我只能说你跟佛法有缘 不然你不会离个光头 带个恋珠还骂人 但是你就是爱我才会恨我 我怎样这样 那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 伤害你 我没有说他无钱 我还因为他骂得更厉害 我只是说因为他出家 我把他开除了 因为这个事情不高兴 所以你也是佛门中的人 我就送他很多 请他拿回去练珠 佛书跟他结善缘 我认为以后他老了 其实哪一天他还是会认真学佛的 所以我讲这一段真实的经验是告诉大家 碰到任何逆境 先不要怪对方 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结一个恶缘 这个物以类聚 他就会靠过来 所以你儿子对你不孝顺 你深深对不起你 你哪一个朋友背叛你 这个都有因缘的 所以有一位太太 她从大陆透过微信很多地方来找到我 她的一位闺蜜 把她的几千万的人民币拿走了 都不还她 家里又有钱 然后她就是不还她 她很痛苦 她用各种方法跟她要 她就不给她越骂她越不给 她很生气 她就问我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又是闺蜜又有钱 她为什么不还给我 原来上辈子他们两个是夫妻 夫妻 但是这个做太太的 拿了很多她先生的钱去外面赌博赌光 所以这一辈子 她又投胎做女生 因为她那个先生上辈子很花 虽然有钱很花 所以这辈子换她做女人 要是他们两个还是要见面 但是她上辈子把她的钱拿去赌光了 所以这一辈子她跟她投资 她钱也不还她 然后她就问我说 那怎么样她会还我呢 那我的师父说 很简单 她只要不要骂她 跟她撒娇 她老公就好 就给你一点 就很简单 你用骂的方法 她就不给你 你跟她撒娇撒娇 那这个老公就高兴 就给你一些钱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思维你要建立 这个叫什么 来 因果观 所谓智慧就要建立正确的因果观念 正确的 就像我爸爸跟我妈妈跟我大哥跟我我们关系很怪怪的 我妈妈爱我大哥爱到心里面去 然后呢 他就是恨我爸爸 我爸爸很帅很有钱 他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你看妈妈生一个儿子只爱儿子不要爸爸 你看我爸爸多可怜 然后他偏偏又不去搞外遇 他偏偏又不去搞外遇 然后呢 他就是执着我妈妈 那我妈妈就是不理你 那我们这些坐儿子在下面看 可怜啊 我家这个痛苦啊 原因是为什么 那连我都卡到 原来我哥哥才是我妈妈最爱的爱人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妈妈是个公主 为了这个国家的和谐 国王就把他配给隔壁国王的大将军 就是搞通婚嘛 这样双方就不会这样 然后因为这样 所以我妈妈永远不爱我爸爸 他甚至恨他 但是爱的是我哥哥 然后我哥哥又经常让我妈妈伤心 这样 因为我哥哥那是 为什么你要嫁给他 你宁可死也不要嫁给他 所以我哥哥对我爸爸 对我妈妈又爱又恨 然后我就是谁呢 我就是那个国王 所以你看我卡到了 所以这个关系就在家里面 但是我知道了 所以我可以解 怎么去解这个关系 所以那我就跟我爸爸这样解释 那我爸爸当然 也不是光这一世 前世还有前世 所以他对他的情很重 然后我妈妈对我哥哥情很重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叫 愿真会苦 不喜欢的要摘起 喜欢的要分开 爱别离苦 然后我呢 做国王竟然做最小的 一点也管不了他们 因为我以前做国王的时候 很骄傲 有这个傲气 所以现在我轮了 我做他们最小的 被他们通通管 但是我学佛了 我知道这个方法 所以我就忏悔 所以各位记住 你老公欺负你 你还不能骂他 晚上他睡觉了 在房间你在客厅 跪了跟他磕头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 他骂你 你就跟他念心经讲好话 他以后就不骂你 你还他债了 所以我讲了一个出名的故事 各位应该听过 有一个信佛的妈妈 把他漂亮的女儿 嫁给一个 虽然没钱 还人蛮不错的 心生 他想说他们这样 女方有钱 男方老实 那妈妈就放心了 结果女儿经常被打 后来真的没办法 回来跟妈妈说 他心生只要喝酒回来 就打他 那是他的婆婆 只要讲他两句话 他先生就把他抓去打一打 等他酒醒了 又安慰他 对不起我喝醉酒 然后经常把他打得不成人形 然后到医院 然后他的妈妈 这女孩子的娘家妈妈 不知道怎么办 心情很不好 就跑到寺庙哭 拜观音菩萨 怎么办 我女儿快被打死了 然后老和尚一出来 哭什么 就说我女儿快被打死 老和尚说 你听我讲一个故事 各位注意听 他说以前有一个养牛的女孩子 养了一只大母牛 身体很健壮 很多人都来排队 在等着他生小牛 要买 那有一次这只母牛生了快晚年了 肚子依然大大 又怀孕了 然后那个买牛 你要善待他 他老了 等小牛生完 你不要伤害他 然后这个养牛的 就一脚踢那个小牛的 那母牛的肚子 没问题 我这只母牛没问题的 这样踹它也不会流产的 它很壮的 但后来最后一胎生下来以后 他就把这只母牛 卖给人家给杀了 然后故事讲到这边 这只母牛是谁来偷胎的 他先生就是那只母牛 所以他过去踢他多少次 打他几边 这辈子他要打完 然后他肚子里面那只小牛 天下头他在做什么 他的婆婆 因为他在肚子 他就踢他一脚 所以他婆婆呢 就是没事也要让他儿子去打他